请收看维新世界 用意立人天 我们的意志见 我们的合适去 每个月都会想到 每个月都会结婚 大家合递见 做人出事故安心 大家合递见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合递见 最受感受好顺心 最受感受好顺心 大家合递见 看人家太重变 看人家太重变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欢迎收看 用意立人天 师父混元禅师开示 以风水学来说 空气要流通 走路要会顺利 这就是风水 走路顺利 眼睛看得舒服 这也是风水 会让我们产生欢喜心 而没有怨气的心 这也是风水 所以简单来说 风水是我们的思想和视田里的产物 房子是我们的 会时时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相应结合在一起 房子前后与所有的配置 它都是我们人身体的五脏六腑 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 今天用意立人天 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三位法师 现在就来跟各位做介绍 第一位就是我们中立道场的住持 袁荣法师 袁荣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电视机前面的三姓大德 大家好 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法师 袁荣法师 阿弥陀佛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嘉义中心道场的住持 袁荣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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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大德 大家好 我是嘉义中心道场的环境法师 阿弥陀佛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台北三重教室 袁荣法师 袁荣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各位圣神大德 大家 阿弥陀佛 我是三重上德教室 袁荣法师 阿弥陀佛 是 我刚刚特别一一的介绍 也就是说 要把这个地区介绍让各位知道 譬如说我们袁荣法师 他就是在中立 那我们的袁荣法师 他就是在嘉义 那三重上德教室就在新北市 所以有三位法师在这里作证 真的就是跟随老祖师尊 跟随的师父 来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真的 这就是我们侠内大家的福报 不过我们知道法师是法师 也是非常的精进 每一年都一定要有三万六千字的论文 真的是大家也是很辛苦 袁荣法师 先来请问一下 写了论文以后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心得当然是各有 不过我在写论文期间 给我最大的进步就是打电脑 进步了 以前是一指神工 第一次写九万字的时候 打得手指都僵直信了 后来我就买了一个快写的 数写板 后来第三年我就发誓说 我用手打 是 现在就不用手写板 用手打 现在不是一指神工 不是一指神工 太厉害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师父要大家 法师拿大家来写论文 最主要就是说 每个人精进的地方不一样 但是总是有一个会让你特别的怀念 是 那好 我们袁荣法师 写了论文以后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心得来讲是不敢当 当时跟随师二十五年来 的确是精进的不少 从《易经》开始 一窍都不通的时候开始学习 到现在 会看出很多问题来 有的心中来问是 他所发生的问题确实是蛮严重 是 由这当中 我们再慢慢的了解到 《易经》确实是生活上 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的东西 所以大家来写《易经》 你这个生活就很顺利 是 我总觉得 有些人如果说以更高的心态 在尊盟的话 但是你开始去了解更多的《易经》 写了更多的《易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觉《易经》真的是浩瀚无穷 然后慢慢的我们自己就会缩小 自己也会醒 就是说天地心的智慧这么多 我这么一点点的智慧 不好意思了 所以《易经》也是写论文 但是我想就是说 在论文你在书写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来跟大家分享 那把写论文 我们原则上就是从 师傅所有加到我们的书局 来查找资料 是 很妙的就是 究竟譬如说在《用一律人天》 是 我刚好最近这两集 都看到师傅的《洪水真经》 还有《地母真经》 是 刚好这个题目 就跟这个有点吻合 吻合的话 甚至在宋写论文 在宋军的期间 有时候就有一个信息 你要去哪里找这个资料 所以说很玄很玄的 就说 这些一集资料会一直跑进来 没错 然后很精进的 就会更多的搜寻 更多的资料 谢谢 你写的 你的想法跟我的一样 有时候 说真的要这么多的题目 虽然法师也给我方向 可是这么多的题目 老实讲 雅琪也是有时候 头脑空白的时候 但是我都会跟老主讲说 老主 你要给我一点敏感 所以说 与其说这个题目 是你想要的 不如说我们两个有相应性吧 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知道 我想我们的法师跟随师父 都是非常久的时间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风水就是我们山川大地的一种灵气的哲学 而且它是我们大自然宇宙之间调和的智慧 如果我们提到风水 其实它真的是味道你也闻不到 你要触摸它也摸不到 但是它是跟我们有直接的感应 而且如果风水如法的话 还是一种福报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法师 还有善性大德一定都是非常的同意 所以有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云镜法师 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说家中门前 那虎边最好是比较安静一点 所以它不可以动的 可是有人偏偏就在虎边 挖个井找个井 您觉得会怎么样 严谨法师 谢谢雅琪师姐 我们风水来说 这个梁要挖 火要挖 这大家都在俗语来说 这都经常听到的事情 在风水来说 这个梁边它是缺寸 缺寸还是缺寸 所以它要挖 它代表是阳电 这火冰它是熟灰 它是这个要挖 它是熟淫电 是 所以这个水本来的好是不太凉 所以这个火冰 如果是开井的时候 水好不解 这档中 还有一天不停地打 只能做成这种 这种状态的问题 譬如说夹材 或是夸壁疼 或是说这个茶叶 有的没有的 这些问题 做成这些问题是 我们的性格慢 所以我们火冰 或是不应当来的蝴蜜 是 还有我们正中间的后面 就是我们的铁铁 我们的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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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铁铁铁 我们也是要铁 从这个当中 现在还没有铁铁 是 这个铁铁 它是向着我们人的铁铁 向着我们人的身体 所向的铁铁 这个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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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对 在右边挖井 在后面 后面挖井 对 土边挖井的话 这会直接伤到人命 这是我要在中门进境 看到的 是 在我家的附近 赵井2樁 那都河边欧井 结果uta欧井 只有欧井 üz二日后 札卡屏欧井 土边挖井 有哪ém 啊 是的 嗯哼 是 我的天然 resident 人家 within 台湾来说 因为都市现在越来越发达了 挖井的人还很多吗 이야기를看到很多人 现在欧井的时候 需要 requested 可能黑親的部門比較不見多 當中沒有黑親的時候 我們這當中一些古事件 也會影響我們生活 所以我還在頭部有看一個例子 我們師兄的二哥 來這個中心導致問事 說他們中午處的經驗順序 就是頭部企業的高娃 要老師幫忙一下 找到看看到底是什麼問題 他大家有說 我們也是學的現場再看看 結果他們也是這個中間 後面請中間來學習 學習的時候 第一次說三年前 這個大學生來請教 來打鬧 打鬧之後 變成智能比較不足的 沒辦法上班 在家裡休閒 還有去年 去年讀到第二號室 來讀到我們情流感的時候 這個流感在流行的時候 再斷了之後就沒回來 所以這也是最冷名的 這個古事件的最冷名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這個古事件裡面 它的味道有些靈感 就不叫添掉 不叫囤好鼻 是 不叫囤好鼻 我們都不知道 是 從廟宇船的120例裡面 怎麼做時尊的團結法 就是說我們用這個米和鹽 國一斤 小金三清 是 來用這個小金 我們先發在這個金中 連後再用這個米和鹽 倒入裡面 然後再用這個清潔的刷 和土來吞到白 是 在要開始進行 應該也是要請一個信 請我們農作時尊來自閉醉著 這個我們本境 這個福祉政行 本境西昂 以及這個地獄精軍 來盜幫忙 因為我這口氣 是 雞農了沒有到尾 沒有規範 給人 所以請這個 在申請 可以將這個錢來在幽靈 在三幾萬年 在五十五分 他們可以接他們 是 速速離開 連後我們在旁邊發金索 金索發後後 再將金索的爪夫 倒入金中 再倒入米 連後再來剃刷金頭 是 這樣就可以剃刷了 對 所以說雖然現在在我們的都會區 其實現在台灣是非常繁榮 歐盡的人雖然比較少 不過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湖邊 挖個水池 做個場景 這個造景 這個也是不對的 對 所以師父 會員參事已在開始我們說 人在世間短短的數十年的時間而已 其實我們是應該跟大自然來融合的 但是我們知道風水它其實就是維持跟調和 我們永生不滅的一種風水如法的原則 譬如說我們學習的風水 我們學習的易經 這個妙法我們應該要廣泛的應用在我們的人世間 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平安 不過我們常常說有行必有靈 有靈必有硬 有硬必有用 這個用可能如果不如法 你的用可能就是有硬必有災 所以說我們想以這個案例來跟大家分享 請圓榮法師跟大家談一下 靈還有硬還有災之間的關係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化解 那個這個我們在學習的當中 師父就開始了要融入自然 不是自然融入我們 那我們在上課期間一定是教師兄師姐 就是要從外大環境到屋子裡面的小環境 那我們譬如我也是舉一個例子 在我們中立道場附近 我們中立市區有一個最大的建築物 以前80年的時候是我們那邊很風光的一間建築物 可是現在已經凋零了 為什麼那麼大的建築物又凋零 現在整個樓下幾層樓之內是幾年之間是空蕩蕩的 是 風水不如法 風水不如法 還有一個就是他住在附近的人 我也會時常請我們的師兄師姐看 我說你們有空的話去附近走一趟 只要是那個建築物 你的面對建築物的右邊 建築物是你的虎王頭的話 那一排的房子生意都做不起來 是 所以它變成說一邊做得起來一邊做不起來 就有一點很明顯的對比 是 那我們中立道場旁邊有一條路 以我們中央西路來論的話 左邊面對它也是虎王頭 那邊整排的房子都做不起來 是 就算進去 我們時常看到有人進去做生意的 哇 沒有半年又搬走了 這邊剛如果說面對它是龍邊的話 它就做得起來 慢慢的就生意就 店面就不會換來換去的 是 那這個就是大環境讓我們形成 我們連生意都做不下去的一個案例 是 有時候我們看得也滿心酸的 我看著他來起家嘛 結果沒有多久 我要怎麼又搬走了 甚至有一天半夜我還聽 我還看那個人怎麼 怎麼好像在搬家呢 我想說怎麼有人晚上搬家的 我很奇怪 第二天真的就 好像就偷偷搬走了 偷偷搬走了 我相信是這樣子 有 我碰過有一個店 你看他白天就做得很好 可是早上全款而逃了 所有的這個匯款他就這樣帶走了 對 對 半夜搬家 但是有一種可能就是說生意做不好 像您說的可能當初很風光嘛 可是因為不好 所以說搬家可能不好意思 對 沒有普通那種如果開不久就要搬家的都是有一點壓力 好像扛不起那個壓力 所以我們看 其實有時候我們剛剛房子蓋的時候可能房子都很如法 外圍也很如法 可是現在台灣因為這個高樓大廈都非常的淋漓 可能會在我們的右邊 那這個時候虎王頭 虎邊洞 那可能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口角來產生 所以我們其實都要注意 所以剛剛圓榮法是提到的就是說 一整排虎邊的房子呢 生意都做不好 你有沒有思考到這是風水的問題 真的 當你介入了風水以後 你會很多的思維會想說 是不是因為風水不如法 並不是你努力不夠 努力是應該的 但是風水不如法真的會把我們一個人拉垮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風水的妙法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大範圍 一種就是小範圍 如果提到大範圍的話 就是可以提到就是在我們生活自然調和的這個法則 可能就是我們調和得很好 但是呢小範圍呢 我們就可以聽他說呢 就是一個家裡或者是工廠或者是公司 這個我們都把它稱為是小範圍 可是大範圍跟小範圍 其實對風水法則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大範圍你去破壞它 或者是你不尊重它 大自然會反撲的 就像現在我們大家挖土挖路挖那麼多 你看土石流那麼多 再來我們要知道你的小範圍 你要知道風水是理性的 是科學的 絕對不是民性的 所以我們想提到的就是說 所風水五行的眼耳鼻舌身以及積木水火土 這五行當中在風水裡面的深化智客 這有很好的案例 我們請我們的原從法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我們在心經裡面講 眼耳照見無印皆空 那麼所謂眼耳鼻舌身就是所謂眼睛 我們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聽到的 那麼鼻子是聞到的 舌頭氣的嗅覺到的 觸到的 身體是可以感觸到的 那麼這些都可以讓我們產生一個 所謂在如法不如法之中 善惡之中 看叫做萬法為心 那我們怎麼去調和自己的心 所以師父一直在開示說 我們風水它就本來就是 宇宙之間 大自然宇宙之間的調和 那麼所謂金水木火土 它的連續相生 也就是我們的生火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然後土回過來生金 那麼這個相克的話呢 就同樣的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那火克軍 他就一直聯繫 也就是 他那種生活也是息息相關 我們聽到ㄎㄎㄎㄎㄎㄎㄎ 就知道說 某個地方走火了 要用水去灌 要去灌 那麼這個相生相克也 弄到已經 可能就說所謂五行 那五行在金木水火土裡面 它有相生相克的致含 譬如說在天干的話 是甲魚屬木 是 甲魚蓋木 丙甲火 是 那麼物極它屬土 根心屬金 是 那麼任鬼屬水 那麼同樣的 就在這五行之中 怎麼如何去相生相克 那麼包括我們東方 都銀卯城 它就是在元 屬東方 那麼 當然是以父母為用神 但是我得到錢為天 那錢為天 那錢為天是指引成五身戌 那戌圖就是代表父母 那他的元神就是屬佛 是 那這次我同樣沾一個掛是沾父母 沾父母他得到的是一個什麼 火水味劇 那麼火水味劇 他的父母也是銀木 所以你要看你沾什麼掛 你的掛牙出來是什麼 還會去論他的那個相生相克 那麼從這相生相克 師傅又開始我們 我們學藝經是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那麼你如何從這之中保護自己 你如何去找到你的元神 如何去來課你的祭神 這個就是我們學藝經的最高境界 沒錯 法講師都是非常的盡責 那你看看我們的元神法師 把這些跟我們人體有關係 其實我們人也有金木水火土 萬生萬物都有金木水火土 都有五行 你來上課你就知道了 而且所有的五字天書 就是在你的手上了 你就長中覺了 所以我想歡迎大家 一起來學藝經 在我們就近的地方 都可以來上課 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剛剛元神法師提到用意 但是用意除了我們的金木水火土 還有六親六獸 我想就是說 以前要被這六親六獸 真的剛剛開始入門的時候 覺得說六獸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學了以後 它關係到人是物 而且這是我們古聖先賢的一個大智慧 所以 所以我們在一經風水當中 六獸其實盡在我們的奧妙之處 這六獸是什麼呢 而且用意當中 六獸又怎麼樣來 來化解很多的問題 如果是高層洞呢 他又怎麼樣來深化智客 來化煞呢 我們這個問題就交給我們的元神法師 元神法師 謝謝雅吉師姐 那六獸是我們的修火神 我們的火法神 說六獸就是清涼 白號、豬竊、高燈、天霞 這個憲物 我們先了解這個六獸洞 對我們如果是有什麼影響的時候 我們未試過了才會很興奮 因為我們很多病 就是一些這些靈性病 這些六獸來的 我們去想到 想到六獸 也就是六獸帶我們想到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跑 去找醫生 結果醫生都不對陣在火油 從我們剛才八獸洞 我們就想到 八獸就是黑公 我們的洞 我們看在冬季洞在哪裡 我們就用這個方形去處理 如果是洞兵 我們用洞兵去那裡 因為土地公 我們全性統一就是土地公廟 從我們洞兵去土地公 是 在黑公廟傳到我們一件民兵衫 傳到三星酒類 傳到這個五獸 還要求土地公 這個衫可以在我們 不斷進展 來在這個樓的 外面的天公樓 我們就是大天公樓 走七千 右七千 請這個 雄雄大天尊 追助到幫忙 這個牡蜜人 要犯到什麼事情 到這股也沒有清洗 那是這股也在病院不順序 請這個雄雄大天尊 可以將三分七匹 整個本身 走七千 右七千 之後 還要拿到蠟 蠟蠟 蠟蠟的時候 也是這樣說 請這個好的精神 來幫忙 讓我們這個牡蜜人 這個犯者 在病院 到現在沒有清洗 可以請好的精神來幫忙 讓牡蜜人的分別 可以整個本身 走七千 右七千 這是病厚的部分 但是這個高庭的部分 這就比較麻煩 高庭就是要去救這個 我們這個 聖鳳雅 因為聖鳳雅 這個部分 會處理的 高庭黨跟這個病厚黨 是不相同 高庭黨就是要在事頭 去我們這個 聖鳳雅廟 那裡救聖鳳雅 幫幫忙 我們高庭黨 所遇到的 不一定說 關西的問題 如果沒有 可能剛好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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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獨特的問題 你要去收 是 這個分別 就是我們聖鳳雅 他在處理 從去那裡 傳到三生酒類 還會嚇到三口 還是照 這個白鳳雅 的處理方式 去那裡救聖鳳雅 幫幫忙 是 如果說 病院在大人 或是我們檢查 沒有病 我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師姐 阿嬤 外婆 最近走路 經常走路 不穩 我們經過這個斷層 掃描 是怎樣 頸部 還有這個骨刺 是 三個醫生都說要開肚 結果 師姐 補十個肚子 結果 吃不天意 天意都是無處 無憲 沒有 我們就在中心 當中問老師 老師 當然要討論 問看這個 脊椎的結症 看是不是 影響到身體 結果 冬季也沒有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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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硬孔 還帶子孫 結果是怎樣 高燈檔 高燈檔 我們就 大家說 如果你們那附近 有聖鳳雅廟 你就聖鳳雅廟 那裡救 但是附近沒有 我們就說 如果沒有 我們去 王爺公那裡 五千歲 還在那裡救 過重看起來 也是這個 原神無君 所以在那裡 叫他 現點燈 點這個原神燈 在那裡 點三個 在我們中心道上 點原神燈 三個 去等一天 去用一用 結果說好去 是 以前說要開肚 結果我們 叫我們的法 用用的 再修修 這樣好了 是 所以這個廟法 就像剛剛我們的 原神法師講得非常仔細 鉤成洞跟成舌洞 那是不一樣的 廟法都不一樣 就像雅琪前一陣子 就是 不小心就跌倒 還好 把感恩馬桶蓋給我擋住了 但是我撞得也很痛 但是我很感恩就是 我們的原神法師趕快拿藥給我 還有隔天就是 我們的原神法師他來露營 他說 你跌倒 待會我給你修修 廟法就是這樣子 那 這是老祖師尊師父所傳下來的 法師每一個人 都具有這一方面的功力 所以說 覺得說 真的入了我們的中門 就是入了一個寶山一樣 可以保護到我們的自己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廟法智慧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如果說我們遇到沖煞 大概 我把它整理 也師父整理過的 就是說 有些沖煞 或者是一些煞神 或者一些怨靈 我們常常就是說 這些到底要怎麼辦 一定要消災化解 而這個病 剛剛我們原神法師也提過 醫生是看得不好 因為沖煞到 找不到病因的 所以要怎麼樣消災化解 其實妙法很多 我們應該就是 要了解應用的當 而且我們就可以屈即避凶了 所以有個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原神法師 就是 除了我們本身的這個靈魂之外 身上有其他的這個 依附的靈 我們都稱它為依附靈 那這個靈性病 要靈性醫的化煞的方法 可以有這些 來跟大家分享 有 所謂的依附靈 在我們學習的這多少年中 我們也碰過很多次了 甚至還跟依附靈有對話過 是 我現在把它分成幾種 就是第一個 就是親人的依附靈 親人的依附靈 容易讓這個我們的小孩子 實在說趴趴走 不然就是他思想不正確 或者是去了不好的場所 時常讓家裡的人很擔心 普通那個都會有親人的依附靈的求度 有的是家裡的親人 往生以後沒有寫入 也會有依附靈的問題出現 也是讓小孩子明明伏伏 不知道做了什麼 因為他想進去 因為他沒有地方去 回來沒有地方做 就會有這樣親人的依附靈 有一種就是你發生意外了 發生意外 結果外面的靈界跑到你身上來的 那個有的時候很難依 是 好像說除了師父還是來收 把他的魂魄收一收的話 好像比較不好依 那個就普通這個依附靈的話 我們都是在超度的時候 超度他身邊的依附靈 好的 還有一個就是 像我昨天還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他的小孩子 好像去跟人家 他是說幫人家處理一些事情 結果公親變世主 就讓人家說 也分了 是 已經五年多了 也都是昏迷不行 那個後來又開了腦袋 而且師父也講過 很多人去開頭蓋骨拿起來的 很多也會有外靈進入的問題 這個都是要慢慢查 就是用六獸 他有沒有白虎洞 有沒有來課他 這種來查 還有的像我們師姐 他就是兄弟 好幾個兄弟就 早年就往生了 往生了他家 後來剩下女生 他媽媽 我們客家人對這個 比較不太重視的 三四個小朋友就 一直都沒有超渡過 有一天師姐來到場 他就昏倒了 法師一叫就昏倒了 我剛好接住他 沒有倒在地上 後來他的兄弟就出來講話 我就問他 我也知道說是有外 依附林的 他就說 我們是他的兄弟 他的哥哥 有幾個 我說有幾個 他說四個 我說那明天我們幫你去查名字 才能寫到超渡 我們法會的時候超渡 那這名字去哪裡查 護政事務所 可是那小朋友跟我說不用查 我大姐知道我們的名字 他說他有帶過我們 是喔 我起雞皮疙瘩了 那一次也是蠻好玩的 我跟他講了 講了一陣子 後來他說 那我就說 那我會叫你的妹妹幫你超渡 他還說好 是 結果第二天問了他大姐 還真的是有這樣的名字在 還真的是 那還有一種就是我現在還呼籲我們做仲介業的朋友 去看房子的時候要小心 是 我們那邊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他就仲介業跟他的那個店長去評估房子 要評估房子可能那房子裡面可能也有一些外林吧 進去的兩個都 中... 中如何 中槍 卡ione就對了 兩個出來 那店長就好像比較輕微的 收經收了就好了 这个师兄就没有好 没有好 那后来蛮严重的 在脚的大腿上面 还有两个洞 一直流水 不停 有跌倒吗 没有 那后来有一天师父有去 那我就请他过来给师父看 他师父说 你被鬼咬到了 你被鬼咬到 是 怎么会把你摸滚 怎么会把你摸 所以从此很糟糕 是 我想那个事情 没有经过师父 谁都医不好 在医院都医不好 尤其像刚刚我们的原容法师提到 那说去 去警察要去评估 如果他以前曾是凶宅的话 可能这个愿力还很大 不晓得 所以说现在我们好像 政府都有规定 是凶宅你就要标示 让大家知道 你想买便宜的话 那是凶宅 那好 两项情愿没话讲 所以这也是非常好 但是原容法师用查的话 脏话就可以查得出来 也可以 也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要去评估的 师父也时常叫我们说 你当你要去看一个洋宅 不管是去看平安的 或者说你要是评估的 都可以沾个卦 去了有没有 会不会有伤害 如果寄神洞来课的话 就不要去了 是 所以师父还是鼓励大家 凡事皆瞻 就是包括法师 或者是自己的弟子 不管你现在已经是 什么样的法师 都是凡事皆瞻 才能够受到一个保护 那我们常常就说 很多人常常在怨叹 在万叹 因为很多人说 我真手拿钱 后手康 好像口袋里 永远破一个洞一样 我钱一装进去 马上拿这个钱 就没有了 但是觉得家里常常不聚财 可是家中的这个事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实在是不顺遂的事情 接二连三 像这些 一定就是跟我们的风水 有关系了 什么样的洋宅 可能会碰到这些事 那一般我们说的穿心撒 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们想请我们的原宠法师 来跟大家谈一下 那么刚听到这个节目 这个穿心撒 说真的 大家听起来就很恐怖 奇怪 很穿心撒 不是穿我们的心 很鲜丁的心 那么师傅在 那个风水节的奥秘 373 里面有跟我们介绍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房子 一进门 前后 从头前看到后面去 那就叫所谓穿心撒 这不是一目了然最好吗 对 不一目了然 那就是 刚才说的宅空闹空 幽幽幽幽 看不到 那就是所谓穿心撒 那穿心撒的时候 它有龙边的穿心撒 还有虎边的穿心撒 还有中宫的穿心撒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 所谓穿心撒的行程 就是因为一般的 就是为了什么 那个 走路方便 是 大家出的方便 我不要看学校 工厂 或者是运输嘛 运输方便 那才会有这种行程 所以师傅又开始说 如果你一看到 门一进去 就看到后面 后面又甚至有一个门 这种穿心撒的行程 就是从这边进 从那边出 对 然后又有的时候 里面又隔了 以前住的就是长方形的屋子 那里面又好几道门 那这种就是穿心撒的行程 尤其四大雨上都很凶 然后那师傅又开始了 你原则上就在龙边 就有一个什么 那个屏风 屏风 那这个屏风就是要湿的 比如说要有特别 是 或者是什么水足箱 但是你水足箱 一定要放在龙边 你不能放在虎边 是 虎边又动了 对 因为穿心撒一穿下去 就是说大小 穿心撒一大 那么全家大小就哀哀咀咀咀咀 不是血光 就是痛 那师傅就开始说 你放一个屏风 或者是柜子 或者是水足箱 是 那就可以 不安康 安康 是 那么这个曾经有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在某一个社区 它是七印 因为七印属金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很多工厂 是 工厂都是都用铁皮屋 是 铁皮屋就是一个尖尖的 是 有三角形 是 那三角形那就是火星 火星 火星一到 就刻到这个 这个建筑物 火刻金 然后就发生大火 那大火它的过照就是 它本整体一个过照 中的有一个方便 因为中间都是一条道路 那它就为了方便 那中间它 那么上面呢 因为你中间那就是 叫做穿星杀 在面前那里就发卫了 那么师傅也很慈悲 后来就是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又是一个 因为你大火的话 一定要有寄稳 就是有火灾 那么就是说 你如何去 这主要就是说 你在农边 弄一个那个水族箱 或者是一个平空 或者是一个柜子 把它这个煞挡掉 让它的气流 不要一直冲过去 这样就OK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妙法 虽然觉得说这么简单 但是它就是一个妙法 但是我们知道 房子要修造 或者是要起建 我们要特别要择日 要煞气房 我们都要注意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可能你的衰运就连年了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 袁静法师 风水法则的三煞案例 但是又要怎么样放 来这个化煞 譬如我们今年 这个新执行是刷在人 从我们做人向白的家 我们就是不要党土 不要入住 不要收住 不要安心 这就是在我们农民地 我们所看到的 今年是什么 大利东西 不利南北 说明年是定义年 一乙秋刷在家 做家的家 我们就是收工 不要入住 不要党土 不要安心 后年来 这英语书刷在白 做白用我们的家 也是收工 我们不要入住 不要党土 不要安心 这些问题 我们如果是当 更犯到 当地的 二刷的部分 还是犯到二刷 我们如果没有缺 犯到二刷 你的水分 十二年了 建栽三变 这十年当中 有三次的災难 还是当地的二刷 缺无条 一年建栽三变 严重者 一年当中 有可能会四三 三叉 对三的人 是 是 那一叉当中 就是说这一刷 你会建栽三变 那四叉 是你会建栽三变 对这些问题 如果是对立厨 在那后 很知道三叉 师傅团结法 就是说我们 立厨翻三叉 的时候 这种感 是说会党 我们马上就搬离开 如果没办法 做到煮堂搬走的时候 就是中 我们所有这些家具 听一听 开我们中间 或是开我们 开疙瘩 连厚 这用我们市的 有这个黄色的金刚大法座 四角头 都会刷一张 刷三叉的手金 都会刷一张 中间又刷一张 撩后 会党 又用我们的平安无来 也就是金刚大法座 就有整整的 刷掉就有整整的 会记得 这个金刚大法座 我应该是要念 王亚鳳 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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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张就是念七变 是 我们用平安无来刷刷 这个 热门要来念 可能就是要念 我们老子战记 银梁日月最苍生 可惜天里蓝分明 今有真胜鬼故族 一出天下定太平 可能要念21变 以后才来修的这个 王亚鳳 用这个银梁水 粉红露料 再整个十分钟 我们才从家来 开始整整到处罚 是 所以其实刷刷的方法很多 但是我们也有面华谱船 这面华谱船 在我们的各个道场 你都可以来请购的 因为这面华谱船 可以家家户户都平安的 不过我们知道最近 我访问到医生 我都会问医生说 你们相信有些病是 医生找不到病因的吗 他会跟我讲 是的 找不到 那你相信 用宗教的妙法 可以治好的吗 他说我相信 就有人一请假 几个小时 去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回来就好了 他也相信 因为这些事情 我也看过很多 所以说其实 有些人是发烧不退 而且精神善患 那又有幻觉 好像有人在呼唤他 跟他讲话 那当然我们 有很多的妙法 我想请我们的原容法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普通如果说是发烧不退的话 医生都没有办法医的话 我们都朝 灵性病去治疗 灵性病 都是算灵性病 当然我也不举别人的例子 举我自己的例子 因为我也很少生病的人 好 结果有一年 我们三二六法会 我就发烧了 我发烧了 而且正在宣火室 那我就跟原监法师请假 我说我要回家 我发烧花很高 将近四十度了 我就回家 回家都到道场 我睡在道场 我想说我忽然间 有一点心慌 为什么 我想我发烧那么高 等一下如果昏迷的话 没能救我 是啊 可是呢 可是我又相信说 不会吧 我又这样想 可是到半夜的时候 真的是有幻觉 可是那个幻觉 我认为是好的 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好的 就是好像很多囚渡者 就是说 好像我出了道场的门 出去外面 左右转 到处都是饥饿的人 都拿着 以前的碰碗 以前的乞丐 拿着碗 想要吃东西 每个都走 那站在路边 那头泪泪 他没有对我说 很凶恶 大家都表现说 很饥饿 没有东西吃的感觉 走到哪里 走得很远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种 都是跟你祈求就对了 他们不把我祈求 不只是这样让我看 是 那后来 我那时候心里还很清醒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仙佛寺正在做法会 师父有开示过 我们有寒灵所 因为他们会在那边 没有东西吃 就是无猪人 骨粉有铃一样 那我就说 我们仙佛寺 我还跟他们讲肚子 很难 我现在关心想 我还跟他们讲 讲我说那叫做仙佛寺 我们那边现在在做法会 有几天 有寒灵所 你们24小时之内 去都有东西吃 结果 我讲完了 翻过头来 大家都在吃东西了 真的那个景象 到现在我都想得 这个梦一定让你很安心 对 回来到那边去 又是这样景象 我又跟他们讲 讲了后来 都是讲过了就 他们就在吃东西了 是 而且还有十菜面 有很多大厂 放在楼上给人看 是 那后来讲好了 我还跟他们说 我明天天亮以后 我一定会帮你们 设一个大连位 你们都会有位置坐 这样子 是 而讲完了 就天亮了 稍完全退了 哇 这个一定是 我们这些灵界 知道我们一种法师 跟随师傅也是很久了 又是众力道场主持 这次的法会 他不晓得怎么样来求度 只好找你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都会有设这大连位 是 是 太好了 太殊胜了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每一年的 老祖圣诞的法会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的 当然我们初二十六 就是不难看到的 就是士隆工商 做生意的人 很多人都勤拜 土地公福德正神 那当然福德正神 他是我们人生命的守护神 也是家庭平安的守护神 所以拜土地公 我们都参拜的话 真的处处可以得到保佑的 想请我们的原从法师 谈一下土地公的恩责 跟他用意的妙法 是 那么土地公 我们一般是称为福德正神 那始终也开始神正 只有德就有福 那么福德正人 他是三郎五帝的部下 那么原地的子孙己隆 那么他是掌管士敬 保佑士敬 为国又宜 那么他可以一贯九天 临通三界 所以不知道一句话 就是说 这次特地公 你就买不到这些 所以 那么师父呢 就很得到 我们如果在公司 或者是你搬新家 你最好就是到你附近的福德正神 那去拜 某某人我已经来这边了 或者是在公司 你也去跟公司附近的福德正神 我现在在哪里上班 你给他佛佑 那么拜福德正神的话 师父传一个妙法 就是说 你在拜福德正神 你一定要信心先祖在天台 待会发资米杠下来 五毛一心肩膀痴 地球死后 以小斋念三变 然后把我们的 我们两个大尊 我就是我们老祖师尊 我们师父请我来 指示我来 不是请我来 指示我来 礼敬福德正神 那么师父又开始 福德正神它是伙得兴君 所以你在粘卦的时候 你碰到白虎此事 或者是白虎洞的话 你要赶快去拜福德正神 那么你在拜福德正神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在说三生旧礼 福德正神要吃麻糬 那三生旧礼就是 鸡肉和鸡肉 但是你要拜鸡肉和鸡肉 也有方法了 你们以前我们在拜都什么 鸡肉向福德正神 对吗 鸡肉和鸡肉和鸡肉 鸡肉和鸡肉 然后头向着福德正神 所以说那些福德正神 不断不敢吃 那你吃就咬整形 你不断不敢吃 你还要重担回向鸡肉 所以你拜福德正神 我们就 如果在拜你有三生旧礼 你就用什么 最好是用鸡肉 因为鸡肉就是 周读家就说三界万年 他就会闻香 闻香香 来吃 所以拜拜要拜如法 尤其福德正神 所以每一次 我们都会邀请法师 来跟各位 谈到很多我们的妙法 真的妙法太多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 一一地跟各位做介绍 今天感谢三位法师 来接受访问 谢谢感恩祖国你们 感恩祖国 同时也感谢收看 用意立人天 师父混言禅士开示 大家学一经 身体健康 心安宁 阿弥陀佛 天宿我做 奥山 一虎兵兵交代前 满光迷信 逐步行 花魂相残 遥奔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